我回将军府认清 没两天就跟贾千金秦梦瑶互扯头花 打得不可开交 我那好哥哥躲得远远的 等着关键时刻再登场 我拽着秦梦瑶的头发 戏过了吧 他都不信了 他拉着我的腮帮子 你再嚣张一点啊 给我一个嘴巴子 我 这重生回来的女人就是狠 你 秦梦瑶下手就是狠 看我不上手 就想先给我一个大嘴巴 我习惯性一抓 扭住他的手一推 他顺势坐在地上 啊 他还捂着脸 给自己加戏 好疼啊 好疼 我那好大哥秦薇急忙跑出来 一边跑一边对着我指责 秦清你怎么回事 刚回来就打摇 果然是乡下长大的 一点教养都没有 他心疼的把秦梦瑶扶起来 嘘寒问暖 各种关照 我双眼含泪 委屈至极 是啊 我没教养 可谁让我在乡下长大 没教养的 我恶狠狠瞪了秦梦瑶一眼 转身就跑 秦梦瑶还在跟秦薇说 大哥 你快去看看秦儿吧 我不疼 毕竟是我占了他的身份 他恨我怨我 都是应该的 我 他呜呜地哭起来 我离开便是 我不想爹娘和哥哥为我争吵 秦薇对着我离开的方向冷哼 姚儿别难过 在我心里 你才是最重要的 爹娘心中也是如此 后边的话我没再听见 也知道他说了什么 因为这些难听话 我上一世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啊 我是重生而来 前世我偶然得知了 自己真千金的身份 到秦将军府认亲 秦家把我认回来 却待我并不好 他们处处拿我 跟秦梦瑶比 在我跟秦梦瑶 有点矛盾的时候 处处站在他那一边 我跟他矛盾越来越重 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这府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我便仗着自己一身武艺 女扮男装进了军营 靠着自己的本事 打出来了军功 但秦家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他们占了我的军功 全都放在了秦薇身上 还威胁我 说这都是为我好 你身为女子上战场 若是被人知道 这就是欺君之罪 我们是为你好 才这般做 你要明白 我们的良苦用心啊 他们一边说着良苦用心 一边忽悠 我在秦薇身边做了副将 我打仗 她来领功 而秦梦瑶也找到了亲生父母 原来她是当今皇帝的亲外生女 也是皇帝最喜欢的姐姐 康平公主早年丢失的女儿 秦薇靠着军功 和多年对秦梦瑶的情谊 上公主府求取 两人成亲 十分恩爱 我没看到他们的幸福生活 因为在他们成亲之前 我就死了 秦薇就假装受伤 再也不能上战场 打算靠着以前的军功 和公主府的衣仗 躺平吃老本 不再上战场 自然就用不着我这个副将 她又怕冒领军功的是被发现 便设计害死了我 他们成亲的时候 我已经躺在了乱葬岗里 被野狗啃食 我心中不甘 死后竟然重生了 我重生在了八岁的时候 这么早的时间 我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 秦梦瑶也重生了 她派人找到了我 秦卿 你想报仇吗 找你真正的仇人 报仇 三 晚上吃饭 我自然是被秦将军 和秦夫人训斥了一通 你刚从乡下来 没有教养 我们理解 可姚儿是我们 做主要留下的 这么多年 都是她在我们身边尽孝 你对我们不满 尽管说来 何必拿着姚儿出气 但明日 给你找两个嬷嬷 教教你规矩 也免得你总是 这般行事张狂 出门也丢了我秦家的脸 听着这些熟悉的话语 我心中没有丝毫波澜 大概死过一次 人心就没那么容易痛了 也对 死了的心 当然没有感觉 前世怎么就那么看不开 每一次听 都觉得扎心一样的疼 疼得连这样的美味佳肴 都吃不下呢 此刻 我吃得津津有味 加走了秦将军 面前的红烧鱼 加走了秦夫人面前的 鸡汤茄子 又加走了秦薇面前的 卤牛肉 看了看秦梦瑶面前的 小青菜 算了 吃这么多年野菜 不爱吃 他们看我跟没听见一样 还吃得津津有味 气得干疼 吃吃吃 就知道吃 跟没吃过饭一样 吃牛肉太快噎到了 我赶紧喝了口汤 顺一顺 跟秦微笑 大哥怎么知道 我以前经常吃不到饭 我算算啊 最多的一次 是四天没吃饭 只靠喝水活下来的 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 秦家人的脸色都变了变 秦梦瑶的眼眸中 更是有不敢置信 和心疼愧疚 前世我也说过这些话 那时候的他眼中 也都是对我的心疼愧疚 可我那时候 竟然没看出来 那时候秦夫人 刚拿我跟他做了比较 说他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我却只是个乡野丫头 连家中大丫头的气度 也比不上 我恨死了他 看到他总是自残行愧 又怎么会看到他的眼神 而秦家人的眼神 我不用看 也知道是什么 他们有震惊 稍纵即逝的愧疚 以及难堪 我一次次提起以前的经历 让他们本就不多的愧疚 很快消磨干净 剩下的只有难堪和愤怒 因为我的走失 是他们的失误 他们觉得我在怪他们 恨他们 他们怪我不该把以前的事 一遍遍拿出来说 觉得我是想一次得到点什么 甚至是要挟他们 打他们的脸 可我想要的很少 我只是想要 稍微好一点点的待遇 想要我爹娘 跟大哥一点点的爱 即使只有给秦梦瑶的 百分之一也好 可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 我不像他们那般贪心 所以他们折辱我 利用我 又害死了我 把我丢进乱葬岗里 让我的尸身被野兽啃食 死无葬身之地 四 这顿饭的结局 就是他们再也不许我出来吃饭 说以后饭菜 会送到我的院子里来 等你学会吃饭的规矩再出来 免得说出去丢人 你学学摇啊 不求你有摇的十分之一 便是百分之一也好啊 秦夫人搂着秦梦瑶 眼中都是对她的疼爱和珍惜 对我 却满是厌弃 而秦梦瑶不动声色地 拉开了跟她的距离 低头的时候 眼中满是冷意 秦夫人不爱我 府里的丫鬟婆子都知道 所以他们都可以折辱我 不把我当回事 他们都说秦梦瑶 才是真正金尊玉贵的千金大小姐 捧着她哄着她 可这不过是假象罢了 秦梦瑶找到我的时候 说她的仇人是秦家人 我只觉得嘲讽 他们对你这般好 你却说他们是你的仇人 你当我是傻子吗 她摇头苦笑 是啊 你 我 我们都是傻子 都是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工具罢了 她跟我说了说我死后的情景 我死后 她跟秦薇成亲 几年也没子嗣 后来才发现 秦薇其实早就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 生了孩子 对她 只有利用 他们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养着我 对我好 打压你来显示对我的好 不过是为了让我感恩 在秦薇求娶的时候 能一口答应 他们想要的也不是我这个人 秦薇嫌弃我 木讷不会在床上讨她欢喜 娶我也只是为了我的身份罢了 我诧异得很 所以 他们对我不好 就是为了称出对你的好 秦梦瑶说是 你想想 当年我们两人之间 何曾起过正面冲突 我何曾对你说过一句重话 我琢磨了一番 也想起当年的种种 把我跟秦梦瑶放在一起做比较的 正是秦家人 他们贬损我的时候 总要夸秦梦瑶 那些好东西的时候 总要给我买那不好的 还让我不要争强 说我配不上 可秦家又不缺这些钱 何必这样做 他们又不是穷的 养不起两个女儿 他们难道不知道 当着一个孩子的面 夸另一个孩子 会让这个孩子 恨上另一个吗 他们知道 他们就是故意这般做 就是要秦梦瑶愧疚 感念秦家对她的好 好狠的一家人 狼心狗肺 连亲生女儿 也要算计其中 五 我那院子里没什么人 但却来了两个叫养嬷嬷 他们每天板着死人脸 盯着我做规矩 吃饭睡觉走路站着 就连我撑着脑袋叹气 那也是有规矩的 不能这样做没做像 男人哪会喜欢这样的女子 那嬷嬷用力把我的头摆正 让我做出柔弱可欺的模样来 我撑着脑袋 只觉得头大如牛 去你娘的 老娘生来不是讨男人欢喜的 我甩开胳膊腿 把两个嬷嬷揍了一顿 揍得他们鬼哭狼嚎 找我那不是后娘 圣死后娘的亲娘告状去了 秦夫人气势汹汹 进了我的院子 站在门口叫人把我抓过去 你真是翻了天了 好不容易找了两个嬷嬷 教你规矩 你竟然连嬷嬷都敢打 你打他们不就是打我的脸吗 也不知是谁养了你 把你养的这般无法无天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就不能学学谣啊 秦梦瑶也被带来了 就站在一边看着我挨训 她微微低头 掩饰住眼中的光 每一次秦夫人骂我 都是这样 最后都要带上秦梦瑶 钱是我蠢 看不出来 只以为她是真心厌恶我 喜欢秦梦瑶 所以才把我们放在一起比较 可其实哪是如此 她就是想捧着一个 踩着一个 让秦梦瑶成她的情霸了 看啊 我为了你 可是连亲生女儿都不喜欢了 你可得敢 秦夫人的人没抓住我 丫鬟婆子都被我揍了一顿 这些年有秦梦瑶给的银子 我有时间有得吃 加上前世在战场上拼出来的经验 武艺练得更加纯熟 别说是几个丫鬟婆子 便是府中的家庭护院 也不是我的对手 秦夫人看 竟然拿不住我 这回是真的动了气 喊着让家庭护院来抓我 抓了她 先打上二十大板 我倒是要看看 她反骨有多硬 家庭护院在我院子里 闹了个鸡飞狗跳 我只找了一根棍子 这个敲一下 那个打一下 很快就窜到屋顶上 爬上来一个 我踢下去一个 叫他们都躺在院子里 揉着胳膊腿 哎呦哎呦直叫唤 最后还惊动了秦将军和秦薇 两人站在院门外盯着我 我正拿着棍子 在屋顶上得意洋洋 藐视天下 这下面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诈 秦将军和秦薇的眼睛里闪着光 跟秦夫人对视一眼 同时算计了什么 他们看到了我的利用价值 他们到底是把我抓下来了 我也不可能一直在屋顶上 加上他们派了军中 退下来的老兵动手 我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被拉下来 更重要的是 抓我的人是何三叔 六 何三叔是前世少数 对我好的人之一 我跑去当兵 他拜托了朋友们关照我 还把跟随了自己多年的长枪送给我 那枪还是当年秦老将军 活着的时候送他的呢 你拿着战场上刀枪无眼 你自求多福吧 他还给了我一些银子 让我拿着傍身 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秦家赶走了 他年纪大了 不中用 秦将军跟秦老将军不一样 对下属没那么好 能利用的便利用的 不能利用的便一脚踢开 何三叔是跟一批商员一块走的 他这个年纪 不会种地也不会做买卖 身上没多少银钱傍身 很快便穷困潦倒死在外面 这一事 我要救了自身 也会报答何三叔 秦将军把我捆住 打了一顿板子 他高声则骂 说我给秦家列祖列宗丢脸 骂我没规矩 还没尊卑 我们秦家是在战场上打下功勋 你做大家闺秀做不成 你还能干什么 他这话说得好啊 说秦家是战场上打下的功勋 又说我做不了大家闺秀 不就是给我选择 叫我自己去战场吗 可我去了战场 打下的战功是谁的 还不都是秦威的 可这也正合我意 我回来一趟 便是为了这军功 秦威想要是吗 那就拿去 就看他能不能活到最后了 你们秦家男人能打 我也能打 让我上了战场 也不比秦威那个脑肿差 因为这话 我又被揍了一顿 不过他们还是把我派去了 让我给秦威做清兵 你不是厉害吗 你就跟着你哥哥 用你那厉害的武艺护住他 若是护不住 说明你那武艺也不怎么样 我趴在宽条板凳上 屁股生疼 但还是红桌眼笑 听啊 我这个亲爹 还是很了解我的 他知道我性子执拗 一般的办法 不能让我听话 便用激将法 接我去护着秦威 去战场上拼杀出公民来 他相信我有秦家血脉 相信我能拼出公积来 且做好了夺我公积的准备 他也算定了我好拿捏 知道这计划一定能成功 甚或是 从这一刻开始 就做好了 要杀我灭口的准备 他有这么多的算计 对人心这般了解 可这许多的谋划 全是为了他们三人 只有他们三人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外人 都适合该被他们利用的工具 哈哈哈 真谈娘的好 好 我去 我也去拼出个未来 让你们看看 我比那秦梦瑶 更像是秦家血脉 气 这一次是秦家送我走 但为了显示出 他们并不是那么支持我 所以他们什么都没给我准备 给秦威的却是全副武装 好铠甲好武器 还有很多的银票 秦夫人还说 你这孩子就是倔 等你去了战场 就知道战场有多凶险了 你比不上瑶儿 就该任命好好学 何必去做那些危险的事 他这激将法用得好 我性子有多执拗 他也知道 证明说 我是必然要去战场争一番了 秦梦瑶跟在一边说 妹妹这一去战场 什么都没准备 在战场上有个好歹 可怎么办 我怒道 你敢讽刺我 秦夫人也以为她在讽刺我 心中欢喜 偏要面上怒道 瑶儿好心关心你 你真是不知好歹 好赖话都听不懂 瑶儿走 别管他 娘叫人 给你心打了镯子 你去看看 秦梦瑶说着欢喜的话 走的时候 回头跟我使了个眼色 等他们走后 我在床垫下下摸了摸 摸出一张银票来 其实前世秦梦瑶 也给我送过东西 提出过 把院子跟好东西都给我 可是秦家人在其中 挑拨离间 阻止他 还训斥我 见不到秦梦瑶有好东西 故意讨要 时间长了 我总被训斥 他就成了只说不做 假惺惺的恶女样子 我对他 自然也越来越没有好脸色 可其实 我偷偷离开秦家的时候 秦梦瑶给我送过银子 我出去后发现 包袱里的银票 便是他给的 当时我还奇怪 何三叔哪来这么多银子 原来只有碎银 是何三叔给的 银票是秦梦瑶给的 可惜我们都重生后 我才知道这一点 而且 在我从战场回来后 也只有他发现我受伤 给我送了伤药 但那时候我恨死了他 他不敢说那是他给的 只说是秦夫人给的 秦夫人哪里会给这些 我还以为他对我 终究是有些母女情 感动了很久 对于秦梦抢我军功 也没那么抵触了 这一次 我跟着秦梦上战场 依然是不要命的拼杀 有了前世的记忆和经验 我很快在军中 杀出一片好名声 但秦梦不许我露头 你想人人都知道你是女子 想杀头吗 我不敢说话 看着他把军功 都揽在自己身上 我的建议 他用了 发现好用 而且还拥有了军功 对我更加信任 于是我们的模式 看起来就像是 他在后面淡定地坐镇指挥 而我在前面拼杀 其实他什么都不用做 便有了赫赫战功 朝廷的赏赐 也如流水一样 进了他的营帐 他心情好 便会赏我一些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说是我辛苦了 我带你进军营 也是冒着全家杀头的风险 你可别在外面胡说八道 害了全家和你自己 这个全家里 自然不包括我 我都说好 平日里也是遮着面 连真面目都不给人看 我盯着秦薇的脸看了看 心想我们不愧是亲兄妹 长得还真是像 而秦薇的个头不高 我却偏偏长得高兄也平 我们俩长得像 身量差不多 偶尔穿差不多的铠甲 站在一块 就更是像 秦薇啊秦薇 这军功是给你赚的 还是给我赚的 还不一定呢 秦薇的军功越来越高 官职也越升越高 很快就做了先锋军的将军 带领五万大军 配合两老将军 抵抗北蛮侵略 这么多的将士 这么多的敌人 战鼓喧天 场面十分雄壮 但秦薇却怕了 这样的战场 他自然不能再躲在后面 只能亲自上战场 可是刀剑无言 上了战场 多少人能顾得上 他这个将军 什么时候被人砍死了 都不知道 要不是上一个 先锋军的将军训国了 这将军的位置 也轮不到他 他害怕了 吓得直接生了病 躲在营帐里不肯出来 其他人都不知道 觉得他行为反常 毕竟他平时可太能吹了 不是他做的 他也要揽在自己身上 吹得多么牛 我进了营帐 劝他出去 你这样漏了下 我们全家都要死 你不能这时候 做缩头乌龟 他猛然给我一巴掌 小贱人 你骂谁呢 我没动 只是眼里闪过了杀意 你不出去 那就一装到底 这将军给别人做 军功也让别人正 一说到军功 想到了流水般的赏赐 他自然舍不得拱手相让 好不容易到了这里 他哪里舍得退出 我就故意站在他的铠甲边 他盯着我看了看 极度又愤恨地看出 我们身量差不多 你穿上我的铠甲 装我的样子上战场 等赢了 我们再换回来 我愣了一下 做出诧异的样子来 这样被人看穿了怎么办 这可是弃君之罪 他咬咬牙 富贵险中求 你放心 等你赢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 作为功臣的妹妹 你便是嫁给皇子也配得上 八 呵 配皇子 上一世他们给我找的是个老官夫 我不肯 他们以为我有二心 便杀了我 可我那时候想要的 不过是骨肉亲情 根本没想过拆穿他们 而且拆穿了我也会死 我又何必做这种事 我为难地硬下来 跟他换了衣服 让他到我帐子里去装病 自己则是代替他上了战场 我蒙着面 只露出一双跟秦薇相似的眼睛 淡定自若的抽出配件 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 我指挥调度都如以前一般娴熟 镇定自若 这么紧要的时刻 谁也没怀疑什么 秦薇以前便是这般自信 只是他的自信来自于我 那些调度行军路线 都是我提前交给他 他背下来的 将士们提问 也有我在一边帮衬 他文不成武不就 但打小就会糊弄人 便糊弄住了一众人 也亏得他的自信跟伪装 我这般出来 周围人也没怀疑 至于我本人去了哪里 更没人在意 毕竟有大将军在 谁会在意一个亲兵啊 这场战役打了三个月 我以秦薇的身份 在军中三个月 下命令 调度粮草 带着军士们训练 在沙盘上推演行军路线 带着兵士们奋勇杀敌 他们早就把我当成了真正的秦薇 对我敬佩又崇敬 一口一个将军 叫得那般亲热 而秦薇一直躲在我的银杖里 装出生病的样子 我每天让人给他送药 也不用多管 大家也不会在意他的样子 三个月后 大战全盛 梁老将军为我请功 我们终于可以班师回朝 秦薇让我跟他换回来 但我把脸露出来给他看 他吓了一跳 就 我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从额头正中间到眼角 很明显猙獰 秦薇看到吓了一跳 你 你怎么弄出来的 我满不在乎 上战场杀敌 哪有不受伤的 很正常 他最近心虚 我也没来看过他 他自然不知道 我脸上的伤痕 实际上 我在战场上受过的伤 比这还多 很多将士都看到了 现在 有伤痕的才是真正的秦薇 而真正的秦薇 已经成了冒牌货 你弄出这伤痕 我如何跟你换回来 我淡然道 兄长何必着急 你也在脸上滑出一道步就好了 秦薇气愤地拿东西砸我 混蛋 这有多疼你知道吗 我冷笑看他 我当然知道 这有多疼 我脸上手上身上 到处都是伤痕 每一道伤口都是我的军功 我给他明白 想要军功 却连这么一点疼都受不了 真是可笑 他不肯 我直接一拍手 兄长这些天也辛苦了 不如先回京 我先给你找地方安置 咱们回去后 找爹娘再探讨这几句之道 如何 秦薇无奈 也只能这样 他穿了我的铠甲 因为这段时间 只吃什么都不做 还胖了许多 混在队伍里 更没人能想到 他才是以前的秦将军 回到京中 我先去见了皇帝 城上奏章 被皇帝拍着肩膀 夸了好几句 只是他拍到我的时候 眼神闪了闪 我回到秦家 赏赐也跟着到了 还有个牌匾 上面写着虎威大将军 是皇帝专门赐给我的 秦将军和秦夫人 带着秦梦瑶在门口等着领旨 看到我进门的那一刻 他们心疼的上前来 就要抱住我 啊啊 你受苦了 但还没碰到我 他们便愣住了 走得近了 才发现 我不是秦威 而是秦卿 你 你哥哥呢 秦梦瑶则是惊呼一声 你的脸 我笑道 爹娘 领旨吗 难道要传指公公等着吗 他们愣了一下 压下胡怡 只能赶紧领旨 等传指公公一走 他们便把门一关 冷声质问 你怎么回事 你哥哥呢 好啊你 你是狼子野心 站了你哥哥的位置 是不是 我脸上争鸣伤口 他们都看不见 只关心秦威的去处 我依然笑着 大哥他呀 不愿意上战场 让我穿了他的铠甲 去代替他杀敌 可这战场凶险 我不小心就受了伤 我这模样 大家都巧见了 大哥不肯在脸上 划出伤痕 自然不能换回 自己的身份了 我说很委屈无奈 显得像是被迫的一样 其实那一刀 是我自己硬来上去的 不这样 怎么把秦威彻底挤下去 而且 有了这道伤疤 更能遮挡我面部的女性特征 大家一眼看到的 就是伤痕 哪还会琢磨 是男是女 秦将军不愧是老江湖 比秦威更知道权衡利弊 他们去找秦威 要亲自给他划出伤痕来 你还在战场上受过什么伤 都显出来 呵呵 想话回来 不可能了 时 我没把秦威带回来 毕竟我这个秦将军已经回来了 他要是再回来 万一被人看到传出去 整个秦家就都是欺君之罪 要杀头的 我把秦威放在了城外的庄子上 而这个庄子 秦梦瑶也知道 因为这就是前世秦威养外事的地方 他们还在这里生了几个孩子 日子过得逍遥 可怜秦梦瑶在京中 为秦威操持家务 奉养秦将军夫妇 整日里安排各种琐事 还要用自己的嫁妆 批补秦家 却换来这样的结局 再次来到这个庄子 秦梦瑶眼中也满是恨意 他甚至还看到了那个女子 那女子是秦夫人的亲戚 一直就养在这里 长得跟那水做的一样 没眼寒春 看人一眼都把人的魂勾走了 怪不得秦威这么喜欢她 而秦梦瑶是随了皇家的长相 不够明艳 但却端庄大气 这样的长相明明很好 但秦威嫌弃 觉得不够有味道 呵 这是秦梦瑶告诉我的原话 我听了只觉得可笑 屁味道 它倒是有味道 窝囊肺还想装大头蒜的味道 秦将军按着秦威 要在他脸上身上划出伤痕来 他不肯 爹 太疼了 太疼了 我就在这里 做个逍遥附加翁便是 让秦青去做秦将军 供养我 他才受不得这个疼 只想在这里逍遥 这里有吃有喝有的享受 还有那个女子哄着他 他乐不思蜀呢 但秦将军夫妇却没这般短视 更重要的是 他们怕我野心太大 用力按住他又捆上了 硬生生在他身上划出伤痕来 秦将军真是高手 也不亏是真的上过战场的 那伤疤的位置 力道 方向 划的是一模一样 他还怕穿帮 连身上的伤痕也模仿了 脸上的还好 身上的伤痕真的多 一刀一刀的 划下去的时候我看着都疼 这些伤是我几个月时间 一点点瘦的 但秦薇一次要划这么多刀 自然更疼 最终疼得直接晕过去了 秦夫人哭得不能自已 而啊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你不受这点苦 怎么能想富贵呢 我把衣服穿好了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七七惨惨 只觉得好笑 我也是他们亲生的 更是一身伤痕 几次还九死一生 他们怎么半点都看不到 秦梦瑶伸手 帮我把衣服拉了拉 塞在我手里一个药瓶 他的嘴巴轻轻动了动 没发出声音 但我看出来了 何必做到这种程度 这满屋子 三个我真正的亲人 从不把我看在眼里 只有这个 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 上一世还被我恨了 许多年的人 会真切地心疼我 我笑了笑 摸着脸上的疤痕 不做到这样 计划又如何成功呢 十一 秦薇脸上身上都是伤痕 还不能让人看到了 秦夫人便留在这里 亲自照料他 而秦将军则是盯着我 说我要在府中养伤 不能出去 他就是怕我出去说得多 做得多 这样 等秦薇回来的时候 更不好圆谎 可他越是这样 我便偏不能让他如愿 家中宴请多了些 秦孟瑶单独出去赴宴 遇见了康平公主 康平公主一眼认出 这便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 抱着他心肝肉一样的 哭了好一场 事情很快传到皇上耳中 康平公主又亲自来秦家认亲 整个京城都轰动了 秦孟瑶一下子成了安乐郡主 换回自己真正的名字 悦孟瑶 还有各种赏赐 秦将军也是一脸欣喜 又不舍的样子 姚儿啊 这些年你在家中孝顺 爹娘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 即使亲儿回来 也没亏待过你 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身份 爹真是为你高兴 到了现在 他还没忘了邀功 可是 当年不就是他们 把月孟瑶抱回来 隐瞒了他的身份 强行养了这么多年吗 若是没有他们 月孟瑶的日子 过得可比之前更好得多 那郡主 又岂是一个 渐渐失去圣宠的将军府可比当 康平公主还给了秦家许多谢礼 谢谢他们多年对月孟瑶的照顾 只是觉得奇怪 来了这么几次 秦夫人为何不在 秦夫人正焦头烂额呢 自然不在 秦将军想起城外庄子上的事 只能硬着头皮说秦夫人为了全家去庙里祈福 非7749日不能回来 康平公主又是一顿夸赞 说秦夫人各种好 把月孟瑶养的好之类的 一时间 将军府更是风头无两 很多人都争相邀请赴宴 因为秦威身上的伤总也不好 不光美好 还感染化浓浓 整个人浑身都是恶臭 痛苦不堪 她每天疼得要死 换下来的绷带上都是血和黄色的浓液 看着就恶心 秦夫人无奈 最终只能找了郎中来给诊治 郎中也很无奈 受了这么多伤 又照看不力 也不通风 伤口感染 她是无力回天了 秦夫人吓得半死 哭着求郎中救命 郎中也是没办法 只能把腐肉刮掉 再重新清理伤口 上药 在战场上 这些伤我也受过很多次 许多次也是这样疗伤 你若是不怕死 可以用烙铁处理伤口 长得又快又好 就是皮肉受苦 有些将士上战场 没有伤药的时候 就是这样处理伤口 不处理是个死 这样处理了 还有可能活下来 只能冒险一试 秦威恶狠狠瞪我 秦夫人更是推我 你就是想害死你哥哥 你这个黑心烂肠的 我冷笑 我替他上战场赚军功 也是九死一生 秦夫人怎么不说 你们三人是黑心烂肠 他这是自找的 我那些伤口给他换军功 他们倒是理所当然了 十二 秦夫人把我骂了一顿 又去求约梦瑶 让他找太医来给诊治 这件事虽然是我们做的不对 可也都是为了你和威尔 那秦卿虽然是我们的女儿 但到底是被外面的人养坏了 狼子野心 若是他坐实了这将军 一定会报复你跟威尔 威尔这些年对你的情谊 想必你也知道 等这件事了 我们便去公主府求取 让你们做一对恩爱夫妻 你想想 这时间女子嫁人就如二次投胎 恶婆婆能不动声色 把儿媳妇搓磨死 咱们本就是一家 我对你一项比对亲女儿还好 咱们一家子和乐融融 岂不是比你另嫁他人的好 这段时间 康平公主确实在给月梦瑶 寻觅夫婿 秦夫人上一世这般说 也是说中了她的心事 她是想着嫁到秦家 有原本就对她很好的公婆 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夫婿 定然会少了很多麻烦事 所以她硬下了 很快就嫁进了秦家 还带来了康平公主 为了弥补她给的丰厚的嫁妆 可秦家对她 还不如一般的公婆 但这一次 她可不会再上当了 母亲说的是 可是这件事被人知道了 兄长不就是弃君之罪了吗 秦夫人说 就说你兄长 在战场上的伤势复发了 月梦瑶却说 可这是心伤 太医能看出来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秦夫人也是急得团团转 月梦瑶便说 我听说太医手里有疗伤圣药 我去求医姐来 郑瑶确实是很快就带了药回来 那要给秦威用上 确实是好了一些 伤口渐渐在愈合 秦夫人更是得意 想着等秦威好了 便带她回京 只是他们还没高兴几天 就被公主府的人带走了 秦将军和秦夫人 被送进大理寺 直接审讯 很快 人证物证都呈上来 证实了当年确实是驸马 把人拐出来后 被秦家带走了 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是康平公主的孩子 他被认出来 把孩子藏了几年 才敢让他出门 你们偷走我的孩子 想利用孩子 跟我贤恩图报 还赶上门来邀功 秦家夫妻下了大牢 还被上了行 公主气疯了 怎么都要他们付出代价 最后还是月梦瑶求情 才把人弄出来 他们觉得月梦瑶 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 瑶儿啊 这些年我们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我们以为公主府里 有人要害你 才没敢把你送回去 但这些年 我们对你有多好 你是知道的 你每次跟亲儿起争执 我们可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到了这时候 还在以此邀功 贼心不死 月梦瑶说知道 都知道 但很不幸 他们立马知道了 一个不好的消息 秦薇死了 秦薇的伤势好转一点 就开始不老实 他跟前世的那个外甥女子 混在一起 死在了床上 死的样子很难看 他是不老实 但也有那些药的缘故 月梦瑶恨死了他 当然不会让他好死 秦将军和秦夫人 不知道该恨谁 拖着一身的伤 让人把那个女人 扔到乱葬岗里去 又抱着秦薇哭天腔地的 我出来安慰他们 哭什么呢 你们的儿子 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他们不能把秦薇 以秦家长子的身份下葬 因为一旦秦薇这个名字死了 这所有的荣耀都没了 他们后半辈子 就没指望了 两人傻眼了 十三 秦家夫妇 只能偷偷把秦薇下葬 墓碑上都没敢刻名字 他们太伤心了 之前在大牢里受过的伤 没好转 反而更严重了 他们在家里养伤 我找人看好了他们 好好养着 当然他们养不好了 公主遭受了十几年 失去女儿的痛苦 自然不会放过恶人们 驸马死了 秦家夫妇还没死 只是还苟延残喘地活着罢了 他们的伤势越痒越重 月梦瑶找到了我 让我去提亲 我傻眼了 我是女的 怎么娶你 月梦瑶笑道 我总要嫁人 其他人也不知道 是个什么东西 或许跟秦薇一样 或许跟我那爹一样 就连我母亲这真正的公主 都不能幸免于被男人欺负 更何况我呢 所以 她觉得我很合适 到时候 我帮你管后院 你也不会有三妻四妾 我还能把你遮掩 咱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岂不快活 你放心 我不会赖着你一辈子 等你或者是我找到合适的 咱们就分道扬镳 还做好姐妹 我觉得她这个提议 还行 于是同意了 我舔着脸去公主府提亲 还说要冲喜 康平公主差点把我打死 不过月梦瑶哭着求她 说这些年 我对她是真的好 公主拗不过 只能同意 我跟月梦瑶的婚事 办得还很热闹 聘离我给的足 把秦家都快搬空了 秦家夫妇气得要死 可也不能起来打我 月梦瑶的嫁妆也很多 十里红装 浩浩荡荡荡 秦家夫妇依然气得要死 因为这些原本是他们儿子的 现在儿子死了 我们俩逍遥 他们知道真相 还不能说 你说气人不气人 婚后 我们就被皇帝召见了 大殿里就我们仨 他盯着我们俩看 女扮男装上战场 还敢娶妻 现在的年轻人 都把朕当傻子吗 我们俩扑通就跪下了 我们什么都没敢说 皇上 我们只是想求个生路 皇上最终也没说什么 让我谨记自己是谁的子民 哪里的百姓 还让我别欺负他外甥女 我们俩回来后 琢磨了一下 明白了皇帝的用意 比起我大哥那个没用的 皇帝肯定更喜欢我 这样能打仗 没有后代 永远不会造反 而且一辈子有个大把柄 在他手上的将军 他想我死 我就会死 我永远也不敢违抗他 而国家武将缺乏 皇帝也需要我 过了没多久 秦家夫妇就死了 死之前 我跟他们保证了 一定把他们葬在秦威身边 你们一家三口 就在地下好好团圆吧 这一声 你们的那些阴谋算计 都没成功 到地底下反省去吧 秦家夫妇看着我们俩 终于看明白了 他们做的事 我们都知道 他们的算计 我们都明白 他们输了 之后 月梦瑶赚钱 我赚军功 我们养了很多和三叔那样 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 帮他们安享晚年 照看家里 还有很多死在战场上的 也额外给他们家里补助 等我年纪大了 打不动了 跟皇帝请辞 皇帝也老了 准了 还送我一个免死金牌 你为百姓 为朝堂荣马一生 朕希望你有个好结局 他是怕他走了 新皇拿我开刀 我跪下行 回来后 月梦瑶也跟着我走了 我们俩都没找到合适的人 又都想去整个天下看看 便带着银子 带着几个人 结伴而行 看看我为百姓守护的大好山河